雄为壮观的万里长城 是人类建筑时尚罕见的古代军事反育工程 它凝集着中国祖先的血汗和智慧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象征 长城坚于春秋战国时期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古今中外 反倒过长城的人无不经坦塌的庞国 其实宏卫规模和兼具工程 长城是一座西式珍宝 也是一座非凡的文物古迹 它象征着中华民族 坚不可吹涌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 有一天早上 我终于登上了从小梦寐求的长城 当我爬上万里长城 亲眼看到长城的壮观和胸脸 心中非常激动 中国人说 不到长城非好看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长城 踏着脚下的方庄 扶着墙上的条石 很自然地想起了古代修建长城的劳动人民来 他们靠这一双双有力的大手 把一块块巨大的方庄和条石 组成这长城的万里长城 这要多少劳动人民的邪悍和智慧 才能在这么躲峭的山崖上 坚起如此壮美的城墙啊 我深深地被中国古代人民 非凡的智慧和毅力受震撼